康核证券新竹分行爆发了一名43岁的经理曾颖川 吸金15亿卷款潜逃的案件 40多名的被害人集体向警方报案 根据了解他常常向顾客自夸说他很熟悉竹科厂商 受到了科技公司委托办理股票增资上市柜等等的业务 而且呢保证10块钱买进股票 两个月后又有12块钱来回收 还开了支票作为保证 被害人要等收到支票跳票之后呢 才金船受骗 有贵妇就因此被骗了 投资了1亿4千多万元 目前检方已经发出了尽管通知 要防止曾颖川讨逸